由于六堵科技园区目前面临污水管线 要衔接到市府污水管线的问题 市议员郑文婷协助厂商举办协调会 并邀请市府相关单位共同来言商解决 照理说应该要能够直接跟每一个厂家的污水排放口 要能够相接 那因为厂家他们认为说当初并没有跟他们做一个协调 所以有些厂家他必须要拉很远的距离 才能够接上公共的干管 那第二个就是说相关在厂区里面的一些污水设施 在当初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现在市政府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需要他们来遵循 那他们也在想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建制的一些费用 是不是市政府或者中央的一些相关规定 有一些补助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协助厂商 跟市政府这边来共同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目标 协调会现场厂商反应相关问题 市府相关单位也提出说明 以及后续处理的方向 六土工业区的污水管的一个接管的问题 那有厂商反应说就是我们市府这边没有去现场说明 那我特别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 我们公务处这边有在开工前也有做一个工地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说明会 那接管的部分我们也会 我们也是每一家厂商都有去就是要接管之前都会跟每一家厂商 每家厂商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协调 开会协调 那如果现在厂商还有一些疑虑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也会今天也跟厂商说明了 我们会再次的会再跟厂商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沟通协调 现场去会开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那至于说之前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污水管接管的期限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是用福岛来代替这个一个改善的期限 那等福岛完了之后厂商没有疑虑的时候 我们会才会让厂商来接管 刚刚跟邀川所长还有一座在旁边 其实我们也在讨论的是 其实为什么住宅区它是可以接到它的主要管线 可是我们是没有 那可能大家对于建筑线的认定是比较不同的 对建筑线认定是比较不同的 因为可能我们他们对于他们可能把这个管线拉到门口 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责任已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有些厂区还在比较里面一点 所以还在拉出来 这可能还有一点经费的部分 那其实我这个可能我再来跟邀川座长再来商量 然后看看那我也回去就会跟县管市长再做报告 那看这个部分是不是用什么样的费用来补助各位 各位厂劫的大家或者是中央有没有其他的预算来申请 对那这个我们可以带回去做研究 在沟通协调下市议员郑文婷表示 各厂家关心的污水出口与市府污水主干管衔接部分 由公务处依法完善设施并请产发处共同处理 在4月底前确认相关的补助与建制经费 而原定的6月底前完成纳管作业时程 也请市府以辅导取代限期改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